粒粒烏烏烏, 香味濃郁的豆豉 曬製過程你們見過了嗎? 它外表像生根, 吃下去口感像煎堆 但它竟然是用魚做的 韜韜替你細說皂沙魚庫的內油 我們還會去水滕捉魚 到底滕仔魚有多好吃 天天有吃神, 開發了 這是多幼細, 你看什麼? 不習慣, 吃下去很綿綿, 很滑 這次我和韜韜想吃廣東口味 所以她就選了來羅定這裡 羅定是位於廣東省的西面 由香港出發, 經深圳坐車 要五個小時 雖然車程遠一點 不過可以和韜韜去吃好東西 坐久的車子又怎麼玩? 韜韜, 你一向都喜歡去廣東省 鑽孔鑽, 找東西吃 這次來羅定, 我真是第一次做 其實你不介意 多坐幾個小時車來到邊遠的山區 一定有很多好東西吃 那這裡有什麼吸引你? 我經常說, 好吃的東西有三個元素 第一是材料, 第二是醬料 第三是廚藝, 這裡有三樣東西 只說羅定豆豉, 已經殺光了 上盛的豆豉不僅顏色, 烏黑潤窄 而且還帶有香濃的士味 只要配搭得宜 用它來煮菜, 特別野味 為了豆豉 韜韜還特地帶我去當地一條 幾乎是家家戶戶都認識 曬豆豉的豆豉村 見識一下羅定人早傳曬豆豉的手藝 美莉, 豆豉村附近種了很多豆田 韜韜, 我以為 黑豆、黃豆這些是東北才有的 不是的, 羅定豆豉這麼有名 除了它用傳統的工藝 其中一個原因是用本地的黑豆來做 這麼多, 全部都是嗎? 對, 全部都是, 一抽抽的就是豆 你看 韜韜, 黃豆和黑豆都是這樣的? 對, 都是這樣的 要開了一個殼 然後才分到黃豆還是黑豆 開來看看是黃豆還是黑豆? 現在看不到豆, 要等八月抽抽之後 打開殼, 才能看到裡面的豆 有的, 現在沒有了, 看, 貶地達的 韜韜說用來做豆豉的黑豆 必須經過篩選 看看他們的鹼豆真是眼明手快 很快就把外觀一般的黑豆 和其他雜質全選出來 然後就準備下鍋煮了 韜韜說煮黑豆跟煮飯類似的 水不需要太多 太多的話, 反而令豆的香味流失 由於黑豆本身質地比較硬 加上要煮這麼大的鍋黑豆 大概要煮兩個小時才會熟透 很熱 韜韜, 你做什麼? 這些是煮熟了的黑豆 是嗎?看看 煮熟了的黑豆大顆很多 還有軟身很多 這些多硬 對, 因為油豆本身很硬 煮熟了就不同了, 你看 一捏就捏得開了 對, 一捏就捏得開了 韜韜, 其實做豆豉為何要煮熟呢 為何?因為豆豉要發酵 是會煮熟的, 不給它足夠的水分 它就不能發酵, 會硬滑滑滑的 難怪了 可以吃的 就這麼開口可以吃的嗎? 我最初以為會很香, 但沒什麼味道 因為黑豆本身是油豆 本身沒什麼味道 而黃豆煮熟後有一點甜味 不太難吃了 不太難吃 黑豆在煮熟、攤冷之後 就會用竹梨裝好 然後搬進發酵房裡 為了加快黑豆發酵的速度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發酵成熟的黑豆和新豆拌勻 大概八至十天 就可以看到明顯的變化了 韜韜, 這裡這麼熱? 對, 熱氣還一層一層就捏起來 對, 越進越焗 真的嗎? 對, 黑豆發酵的時候 就會產生熱力 大約現在的溫度涉至二十八度 其實為什麼要發酵呢? 豆豉好不好吃呢? 就是全靠這個程序 因為黑豆裡有氨基酸和蛋白質 經過這個程序發酵 就將氨基酸和蛋白質發揮出來 那顆豆豉就好味道了 怎樣才能發酵得好一點? 發酵期間除了溫度和環境配合 還要不斷不斷翻動 這樣嗎? 沒錯, 無疑, 每一隻豆 都能夠摺到空氣, 發酵得均勻 均勻一點 這些炒醬, 炒醬的就發酵了 這些氨基酸都出來了 這樣做, 煮東西就好味道了 當黑豆發酵至成熟之後 村民就會開始進行洗豆 洗豆的作用就是中止發酵 把豆倒入洗豆機裡 反覆清洗兩次 就可以把包著每顆黑豆的毛 洗得一乾二整 這時候就開始看到豆豉的初型了 把洗好的黑豆分別用羅裝好之後 再洗一次就可以做撈鹽這個步驟 說到下鹽, 其實也有技巧 鹽和豆要梅花間粥地放 同一羅的豆豉鹹味就會比較均勻 撈鹽之後的黑豆還需要入袋儲存 把黑豆抹蜂葉製十天左右 就可以倒出來, 攤平放在陽光下曬 為了要曬得均勻 村民還會不時翻動一下它 所以曬豆豉真的花心機和體力 你看看多香薯香味 對, 真的很香濃 很香濃 豆豉曬在這裡 對, 葛東維蜜仔的豆豉要曬多久 春夏秋冬都不同 就像夏天一樣, 沒太陽一樣 一天就完成了 如果冬天沒太陽就要曬兩、三天 其實豆豉怎樣才算是漂亮 你看這些, 你看, 多柔軟 亮亮亮的, 看見都想吃 不會有毛, 白痠痠的 還有, 你拿一點 扔在口上, 咬一下 拌勻, 不會有渣仔 整粒是鬆化的 接著在口上, 拌一拌 汁, 很香 很有鮮味 真是很鮮味 所以這就算是漂亮的豆豉 吃起來比平時的豆豉多鮮味 你來, 話說回來 有這麼漂亮的豆豉 這裡又這麼近山區 做一隻漂亮的雞回來做豆豉雞醬 也好, 還說, 帶我捉雞 來吧… 豆豉又帶我捉雞, 為什麼不有雞腸 這裡萬三片都是雞 你喜歡捉哪隻就捉哪隻 對, 這麼嚴重的豆豉 整個山頭都是 對, 現在的優質雞通常都是放養的 我想問羅定這裡出名什麼雞, 好吃嗎 三黃雞, 藍嘴王, 毛王和腳王 三黃雞是粗生粗養的 平時放在這些地方 自己吃蟲蟻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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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蟻 全部都是天然食品 加上運動就夠了 你說多好吃, 脾脆肉滑 快捉了 好… 韜韜說, 羅定特產的三黃雞 快大, 而且容易養肥 一般來說, 由小雞養起雞 到180日大 醃了的公雞, 也就是線雞 平均體重可以達到兩公斤 而母雞也有大概1.5公斤那麼重 由於這種三黃雞 適合用粗纖維治療治養 加上放養又充足的運動 吃起來特別骨脆肉嫩 韜韜, 真有很多好東西吃, 很香 我吃最香的一口, 好嗎? 我真的這麼說 吃一口 豆豉爆雞 又嫩又滑, 入味 我想問韜韜說 我香港也吃過羅定豆豉雞 他們那邊是爆香的 但這裡是炒的, 有什麼不同呢? 對, 沒錯, 這個就不同了 這個用豆豉乾蔥頭起鍋 起鍋之後, 把雞拉油 然後放進鍋裡 然後不用猛火鍋 用慢火, 陰陽火 鑊很容易燒焦, 黏鑊 把鑊拉開 到雞汁受益力了 流出鍋裡, 再放進鍋裡 然後炒 然後到油分, 有汁出來的時候 又拿出來, 不要過鑊火 不要令雞肉太老 然後再炒一炒 如果冷了, 鑊又放進鍋裡 於是將薑、豆豉 味道和雞汁混在一起 炒進去 所以這麼好吃 難怪這麼入味, 韜韜, 吃夠 對, 加上雞肉又滑 你說多好吃 讓我先試一顆豆豉, 看看是否真的好吃 是零食不同的 原油豆豉 沒有拿出豉水, 所以特別好吃 很美味的, 不客氣 多做一點豆豉 對, 多做一點豆豉 先試煎肉的黑白豆腐 好, 先試這個黑白雙煞 我真的沒試過, 韜韜 很餓 黑豆腐很滑, 韜韜 對, 黑豆腐比白豆腐滑 為什麼呢? 因為黑豆腐是黑豆做的 黑豆本身是油豆 而黃豆是粉豆 所以粉豆沒有黑豆那麼滑 我想問, 油豆是什麼? 油份重一點、碎滑一點? 不是 因為黑豆的結構分子比較綿密 就是比較細, 難碎一點 但碎了的時候, 它比較幼滑 而黃豆是粉豆 結構分子比較粗 它比較粗, 容易打碎一點 但打碎了之後, 沒那麼滑 難怪了, 雖然這個白豆腐真的很好吃 但真的沒有黑豆腐那麼滑 那麼容易入口 對, 還有, 黑豆腐很補身 多吃一點 我知道 還有, 它真的很入味 其實煮法跟平日沒有不同 一般煎豆腐就這樣煎, 排在碟裡 然後煮汁醬就淋在表面 這個不同, 輕輕火, 慢慢火煎 煎完之後排在鍋裡 然後煮汁醬, 慢慢煎熬 所以入味, 不能吃法 最重要是好吃 是嗎? 很燙 韜韜, 這個風景是挺漂亮 吃完豆豉雞又說帶我吃美味的東西 怎麼來了遊船河 你這麼偉吃, 吃完東西也要舒展一下 確實是對的 羅定雖然是山區 但是有很多淡水河區 這個是全羅定最大的金銀河水庫 那我明白了 你想我跟你在水庫這裡捉魚, 是嗎? 魚就是魚 不過這種魚養的方法是很特別的 不是水庫, 不是水庫乳這麼簡單的 在羅定的符峽鎮, 龍灣生態旅遊區這裡 除了有原始的森林, 珍貴稀有的生物 還有幾座景觀宏偉的瀑布 清澈的流水, 沿著支流流入鎮內的村落 韜韜說用山泉水來養魚, 特別好吃 美妮, 這條村是一個很特別的傳統 喜歡挖一些坑子來養魚 你看, 這裡也是, 這裡是, 周圍也是 是呀, 韜韜, 為什麼他們不在魚塘養魚呢? 你看這裡, 周圍都是山谷 一山來, 哪有這麼大的平原來做魚塘呢? 而且村民又喜歡吃魚 所以這裡有地方, 他們挖一些 二、三十平方米, 米粮心的籽子 來養魚 其實在籽子裡養魚好不好? 當然好, 養魚最重要是水質 這裡有山泉, 有溪間 加上這些水是活的, 不是死水 又沒有供染污染 你這麼淨化的水, 養魚好不好? 這些魚豈不是很漂亮? 是呀, 很棒的, 瘦身的 好 籽子魚是用青草位置的 所以又叫草魚 由於籽子的面積不大 所以養魚的數量也不會太多 通常少側一、兩條 多側三至四條而已 韜韜, 村民下了籽子 準備捉魚了 是呀, 其實很簡單, 你看它 找兩條籽子, 穿著網 網的闊度, 等於差不多籽子那麼闊 下面就墜了一些圓 牠一直走, 一直推, 一直走 魚一直趕在邊邊, 就捉到牠了 會不會捉到很多魚了? 不會太多, 因為籽子那麼小 你知道嗎?趕到邊了…你看看 你看, 有些魚了, 是不是? 你看看… 原來是大條的 是呀 很大條, 很快捉到牠了 很厲害… 我以為是這麼大條的小魚 你看看, 這麼快捉到牠了 對, 很大條, 韜韜 牙魚師, 拿牠回去吧 好… 這條在籽子養的鑽魚 原來已經養了兩年多 由於一直用草字養 所以亦比一般食合成治療大的 鑽魚壽伸 吃鑽魚, 魚腩是最肥美的 將魚腩和薑蔥陳皮爆香之後 加入上湯, 拋過油的蒜子 以及飛過水的腐竹 一起下去慢慢燜 燜到入味就可以上碟了 看到也覺得很棒 美妮, 先吃豬竹燜魚腩吧 很棒, 因為燜魚很快會冷 冷到起膠就不好吃了 很滑 很棒, 過兩招給你 吃草的魚和吃治療的魚是不同的 吃草的魚, 油脂分佈 很明均地分佈在魚肉裡面 就像吃豬花牛肉一樣 吃治療的就不同了 整塊油會擠在肚子上 完全不難, 你看這塊還是看這塊 平均分佈在這裡, 聽到嗎 很混淆, 挺有勁 你看, 你看 難怪吃起來很綿綿, 而且很滑 醬汁又入了進去 枝竹也不錯, 先蘸醬汁 好 入爛味 醬汁真的很濃 旁邊喜歡吃 進去味道 美琳, 你喜歡吃魚 試試醬汁蒸 有, 我聞得很輕 同樣很滑, 還是用鯪鯛魚嗎 對, 還有這條魚 不過這是魚腩, 這是魚尾 魚腩沒有動, 比較肥 魚尾經常放, 所以這個比較爽 不同的 爽得來又很滑, 很好吃 不過魚尾比較多骨, 你要小心吃 對, 吃骨頭 豆豉味道很配 不過我還是很怕骨 我不怕骨 不, 我吃這個 好, 這個很像山筋 這個不是山筋, 這個是魚腐 魚腐? 很滑, 而且很軟綿綿 所謂魚腐有魚的鮮味 有腐竹那麼滑, 所以叫做魚腐 真的很滑 馬上吞了, 馬上吞了下肚子 這個可以煎炆煮炸 跟山筋一樣, 這樣做法而已 而且它很吸味, 吸了湯水 所以整個很甜, 很好吃 它很吸味, 還可以放味 放味? 是的 女兒, 吃完了 好… 看上去也覺得很綿綿 很漂亮 很鮮甜, 怎麼這麼甜? 這是魚腐竹 其實韜韜, 魚腐是用什麼魚去做的? 魚腐是用鯪魚去做的 這個竹是將魚腐的時候 放骨頭, 熬了湯 熬完湯之後, 加上魚腐一起煮 所以兩種味道就這麼鮮甜 難怪這麼入味 我覺得魚腐就像浸淋的油炸櫃 但鮮甜很多, 還有魚味, 又很好吃 沒錯, 做魚腐要做得好 一定鯪魚夠新鮮才行 如果這麼新鮮做不到的 就像我一樣 我去看 這就是魚腐竹 我去看 魚腐竹 我去看 魚腐竹 魚腐竹 魚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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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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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